我跟我的家人決定去佛羅里達的迪士尼世界樂園玩 在去之前我就超興奮期待這趟旅行的 以前我們有去過六期遊樂園 雖然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多數遊樂設施都要排隊 加上我當時才六歲 很多遊樂設施無法玩到 總之這天終於來臨了 我們大約中午時到達樂園 整個下午跟晚上都在玩不同的遊樂設施 直到遊樂園快比圓的時間 我之前喝了一大碗汽水 我想去廁所一下 我爸媽說我們會在外面邊散步邊等你 你好了叫我們喔 我說OK我好了會叫你們的 我進了廁所坐在馬桶上 剛剛明明想上 現在卻 此時燈突然被關掉了 我的地右桿仿佛預知到燈會被關掉 於是我馬上大聲的喊 欸還有人在裡面把燈打開啦 沒有任何回應 我想也許是總店員被關掉了 我人還好好的坐在馬桶上 我平常也不太怕黑 於是只想著趕快出去 出了廁所感覺更奇怪 整個園區的燈都熄了 通常園區應該還有善後心結人員打掃園區 急缺人還有沒有人在園區內吧 為什麼燈都關掉了呢 我開始感到害怕不想再待在這裡 我大聲的叫爸爸媽媽 等了幾秒都沒人回應 只有我的回應 整個園區都很安靜 這裡並不像是戶外有自然的風聲昆蟲聲 而是完全沒有任何聲音 我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 在如此安靜的狀況下 只覺得腳步聲越來越大聲 好險我身上還有手機可以當照明使用 不過我一定要立刻找到出去的路 因為我手機電源只剩下32% 這園區實在是安靜跟太大的讓人很害怕 我開始覺得越來越恐慌 也加快了我的腳步 我跑了約15分鐘 但感覺卻像幾個小時 既然我的爸媽沒有等我 我的手機也完全沒訊號 我也不想在這鬼地方等到天亮 我只想找工作人員 或是任何人能帶我離開這裡 仔細想想 我剛在廁所也不過5到10分鐘 在這短短時間內 不可能疏散所有遊客吧 沒錯 不可能的 我生氣的大喊了 天啊 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次沒聽到任何回音 我好害怕 快不能呼吸了 出口到底在哪裡 我在這裡多久了 我的手機也快要沒電了 我聽見腳步聲 漸漸地走靠近我 是很沉重的腳步聲 嘿 我聽見聲音從我噴邊傳出 你是迷路的小孩嗎 這聲音聽起來像是 米奇跟迷你的聲音 不過像是有什麼東西 遮住他們的嘴巴 感覺像是被塞了襪子 或者是隔著人偶裝的關係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把他的手靠在我的肩膀上 輕輕的跟我說 今晚我們有一場難忘的秀喔 沒有轉過頭來看他 我起身狂奔 我覺得我身體變僵硬了 也起了雞皮疙瘩 我用盡全力奔跑 不過我的速度還是漸漸慢了下來 我的氣喘發作了 天啊為什麼這時候發作 我等一下喘口氣調整呼吸 拿出我的支氣管擴張器 才發現我已經快到出口了 我立刻衝向出口 我只想趕快見到我的爸媽 我看到要出口了 是關著鎖好的 我試著破壞那鎖 都沒有用 我打不開 當我感到那毛茸茸的手 再度搭在我肩上時 我放棄了 爸媽我愛你 謝謝你們帶我來理事你 我再也離不開這裡了 我隱約記得我最後想著這些 當我被米奇玩偶背起來帶回黑暗中 隔天早上我在出口外醒來 滿山的找到去警察局的路 我父母已經跟警察聯絡 因為他們在廁所找不到我 工作人員在筆院後也完全找不到我 我不知道究竟到底發生什麼事 唯一知道的是 我永遠再也不想去迪士尼世界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瑪好久不見 今天要來說的故事是一個人到陌生的城市 所發生的恐怖事件 我這半年去的時候三次 但是還是不太清楚那邊的路 但我仍然做了個蠢決定 凌晨兩點連手機都不帶 就到外面亂跑 那時候我在出差 而我就是怎麼也睡不著 所以我隨便穿的外套就離開了房間 飯店裡面基本上啥都沒有 酒吧關閉 電腦室的門也緊緊鎖著 所以我很白癡的決定到外面走走 我試著機車我走的那條路 但到處逛了20分鐘後我就迷路了 但是這裡的計程車到處都是 所以搭計程車回飯店應該不是問題 又走了幾分鐘後 我注意到那些大樓開始消失 車聲也漸漸聽不到了 對我來說真是太完美了 我找了一間小超商 拿了幾罐燒酒 希望能夠到公園之類的地方休息 但我注意到這間店未免太老舊了 櫃台的小姐留著短髮 看起來只有20乳頭 我知道那不太重要 但令我懷疑的是 這麼年輕的女人怎麼會在這種破爛小店工作 付了錢走出店外 這時的氣溫恰到好處 通常在二月這裡應該要很冷 但這時的氣溫很涼爽 這絕對是我持生最舒服的幾個小時 尤其是這裡人很少 又使我感覺更好 我把目光全都放在公園上直直走過去 只有在拿酒來喝的時候才移開一下 差不多離公園五時不時 我被小東西絆倒 在下醉的時候 我又同時聽到有人對我耳語 是用韓文說的 來吧來吧 很好玩的 你不會後悔的 我站起來四處張望 我站起來四處張望 但附近沒有任何能夠絆倒我的東西 這時候我抬頭一看 看到公園裡有幾個小孩子站在那裡 突然一個男子拿著刀靠近他們 然後這幾個小孩也拿幾刀 把他圍得起來 開始朝他身上模式 我看到後馬上逃離公園 耳邊又傳來奇怪的聲音 來吧來吧 很好玩的 你不會後悔的 當我接近超上市 聲音終於停止了 我試著開門 但門卻鎖死 我用力搖晃 但是門怎麼也不動 終於門的另一側出現了櫃台的那位小姐 我請她開門 但她卻沒有反應 皮膚一點一點的掉下來 她說 去公園你可以永遠待在那 你能獲得永生 你會很快樂 我馬上轉頭就跑 當我看到熟悉的建築石 我安心的下來 手耳忙碌接近 湧入我的眼臉 心裡正在感謝著老天爺救了我的命 一眨眼我又回到了公園 而且那些小孩已經圍住了我 我即時逃了出來 目光落在了一個老舊的電話廳 我衝進電話廳裡拿起電話 叫我計程車 她問我公園的位置 我只能大概描述一下 她提論了一下 說計程車已經在路上了 我掛上電話 那些小孩已經包圍了電話廳 他們開始敲打著牆壁 接著又出現一個長髮的女孩 她的臉開始流去變形 直到變得跟超商店員一模一樣 開門吧 得到永生 開門就好 逃離恐懼 以前快要放棄抵抗的時候 我聽到了一聲喇叭聲 我向右看 有輛計程車停在那 就在那個瞬間 小孩跟女人都不見了 我死命地奔向計程車坐進後座 我跟司機一路上都沒交談 直到到了飯店她才說 每隔幾週就有人 會從那裡打來交計程車 所以我們才知道你在哪 不管怎樣都千萬別靠近了公園 那裡鬧鬼 以前在那裡有人奪走了 那幾個小孩的性命 雖然兇手已經伏法 超度了很多次 可是都沒有用 只要有人經過 就會變成他們的獵物 你很幸運 你活了下來 好好活著吧 這就是整件事情的經過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到了陌生的城市 請絕對一定要待在人多的地方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覺得很忙 在搬到一個新的週後 今天是我在新學校的第一天 這間學校簡直是大到爆炸 位在一個中型市區 我是十年級 第一天 我從輔導老師的你來了課表 通常都是只有半天的 數學、英文、歷史、午餐時間 我在學年中才轉來 課程早就開始好一陣子了 午餐過後 是我下午第一堂課 在307號教室上 我不知道怎麼走去307號教室 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那裡上課 畢竟目前我的課都是在一樓上的 三樓通常都是高年級學生上課的地方 在午餐時間 我跟另一個人坐在一起 雖然我們只講了幾句話 但感覺他仍蠻好的 我問他要怎麼走到307號教室 而他簡單的給了我一些指引 走的梯到三樓 先右轉再左轉 然後就會看到大廳左邊的307號教室了 他給我的指引簡單明了 讓我能毫無疑問的前往那間教室 當上課鐘聲響 我走向教室 這節課是自然課 這間教室的老師還有學生 每一個我認識 廢話 因為這是我來學校的第一天 一看到我走進教室 那個漂亮的女老師就叫了我的名字 她是怎麼知道我是誰的 那個叫做Juniper的老師告訴我我的位置 坐在我右邊的女孩叫做Rebecca 她人很好 我們聊了幾分鐘 我問她的手機號碼是多少 她猶豫了一下 然後說她沒有手機 老師開始上關於細胞護膝作用的課 當她講到簡報中的葡萄糖跟客室循環時 我就開始昏昏欲睡了 課大概過了20分鐘吧 燈光突然閃了一下 接著就陷入一片黑暗 很奇怪 可能只是跳電吧 Juniper老師說 同學們請你們把桌子翻倒 然後躲在桌子後面 我會把門桌上 大家都聽從老師的話 而我也不例外 我把我的桌子倒過來 然後躲在她後面 我靠向我旁邊的女孩 然後輕聲地問 現在是怎樣 她遲疑了一下說 Junifer老師說她每天都會來 然後我們必須躲起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啊 Junifer老師叫我們安靜別再說話 過了沉默又黑暗的10分鐘 燈光又重新亮起 然後大家就站起來 把桌子恢復原裝 我們就繼續上課 當下課中想起我走出教室 但其他人卻完全沒有一個人怎麼做 當我注意到他們完全沒有動作時 我撇向教室裡 教室裡的那些人 漸漸在我眼前 笑視不見 我轉過頭來 看到校長在外面 然後他說要看看我的課表 喔 這打錯了啦 你應該要在207號教室上課才對 我們會修正他的 他告訴我 我點了點頭 然後繼續走 一個女孩走向我 而且她看起來非常憤怒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面 她生氣地問 她的聲音 依憤怒的戰鬥者 我結結巴巴地回答她 沒想到她會因為這件事而如此憤怒 嗯 我在這邊上課啊 我回答 不 你沒有 她又呵斥了我一遍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搞什麼惡作劇 蛤 我是新來的 我的課堂是在307號教室上 是Junifer老師的課啊 那女孩快哭了 你根本是在幻想吧 那間教室是 她深吸了一口氣 槍擊案 去年發生槍擊案的地方 學校把這間教室空下來悼念他們 我又看向那間教室 裡面空空如也 然後我注意到門上的一塊匾額 列著學生的名字 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心裡毛毛的 一個月前因為我漸漸方胖 所以我開始找居家健身的頻道 就在那時候我找到了她的頻道 吸引到我的是一張可以細數她臉上雀斑的縮圖 我從來沒有做過瑜伽 但還是點進她的頻道 幾秒鐘後我已經開始看 畫面是她的起居室 場景只有一個盆在 她把手撐在地板上 雙腿舉向空中 我決定再看一下 因為沒有瑜伽墊 我只好躺在毛巾上 她不斷地講話 但是都是跟瑜伽無關的事 讓人很難跟上她的動作 我的腳聞起來很像桃子跟奶油 讓我想大口吞她 我喜歡夏天的桃子 這讓我想起曾經 聽著她講著無關緊要的話 邊聞著我的臭腳 沒注意她已經變換姿勢了 過了一陣子 我全身開始顫抖 我決定今天就到這了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 訂閱人數1 我是唯一的觀眾 關掉頻道後 感到一股莫名的愧疚 彷彿我拋棄了她一樣 其實連幾個下午都打開她的頻道 奇怪的是她總是在直播 她表現得 似乎沒發現我這個觀眾 說著些不著編輯的話 好奇心淹沒了我 我渴望更加了解這奇妙又迷人的生物 在夜裡我會夢到她折彎我的關節和四肢 矯正我的姿勢 讓我做到那些我做不到的動作 某天她身體彎曲讓腳伸上肩膀上方 把手背向後扭 你想看我捲成捲餅對嗎 這是第一次她對我講話 我會看到忘記吃飯在沙發上從瞌睡中醒來 我無法證明她是否有吃飯跟睡覺 十、十二、十四個小時 觀看她直播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 她會被朝底用手掌跟腳把自己支撐起來 就像電影大法師裡一樣 接著向前爆衝到整個螢幕只看得到她的眼白 嚇得我直接跳起來 她總是對著鏡頭扎眼微笑 好像我們之間有外人不知道的秘密 她說你喜歡這樣對吧 史密斯先生 我是你的玩具嗎 史密斯是很常見的心師 她一定只是剛好猜中而已 我試著回歸正常生活 但除了電視、社群軟體 我沒有其他的休閒活動 陰影之中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好像我忘記了什麼 有什麼地方錯了 我盡力不打開頻道 但最後還是忍不住了 這是第一次我打開她的頻道 她不在畫面中 有一個微弱、含糊不清的聲音 從一幕外傳來 是人的聲音 一口氣把音量調到最大 仍然無法分辨那是笑聲還是哭聲 這讓我感到不太舒服 於是關掉了頻道 之後我腦裡全都是她 想著她在做什麼 是否還對著隱形的觀眾說話 終於我打開了頻道 她的臉沾滿了整個畫面 嚇得我直接往後退 仔細一看 她似乎全身扭曲打結在一起 她似乎無法言語 我愣住了一會兒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或住址 甚至無法確定我們在同一個國家 待坐了好長一陣子 突然靈光一閃 我可以用文字跟她溝通 你可以輸入你的地址嗎 她搖了搖頭 那可以用下巴打字嗎 她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但我得到的卻是一串亂麻 再試一遍 我說 我們進行了一段很長的對話 她給了我一些數字跟字母 我盡我所能的鼓勵她 你做得很好 我就在這裡 花了將近一個小時 她輸入晚12號房後 然後倒下了 我驚慌失措地送出十幾條訊息 什麼城市 哪個州 別離開我 你在哪 我需要更多資訊 她的呼吸聲漸漸變小 我知道不會再有更多訊息了 我搜尋了她給我的資訊 卻發現每個城市都有這樣的地址 我打給了警察局 仔細說明了狀況 現在我能做的只能盯著螢幕 等待電話響起 凌晨一點電話終於響起 找到她了嗎 拜託告訴我她沒事 電話另一頭傳來了一聲聲聲的嘆息 唉 找到她了 她維持那個姿勢 就像你描述的那樣 她 因為脫水而過世了 什麼不可能 我幾個小時前才跟她對話而已 她說 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麼孩子 但我們找到這個女孩 已經去世一個月了 那我今天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懊悔 如果能早點發現她 也許她就能獲救了 沒了 我還是會想過 我還是會想過